你知道吗 阿赛真的会记仇 其实也是我刚刚才发现的 晚上睡觉之前 他去拿了两个 从厨房里面搜刮出来的小厨具 然后就到处玩 我觉得大概完了 十分钟二十分钟 你应该有点腻了吧 所以我就企图 从他手里夺回那两个小工具 结果他就嚎啕地大哭 于是我又让他玩了一小话 一边跟着那两个小厨具说话 然后一边就在家里面 转了好几圈 你猜怎么着 等他忽然到了房间里 看到我远远的 他就在那个走道 就在那儿 就哭了 因为他记得 我刚刚企图抢他的玩具 一边哭一边往后退 anyway现在已经睡着了 其实这周呢 很想跟大家录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我的night time vlog 我们这次要不然试试看 就是每天晚上 花一小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天的高光时刻 也许大家会感兴趣呢 那么晚上的话 我的打光完全依赖于 顶上的那三个灯 就是俗称的死亡视角的灯 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凶 昨天我把视频上传了 可能视频本身的质量 还是需要提升的 现在做这一类视频的人 也挺多的 我需要突破一下 我现在的能力圈吧 今天的高光时刻 今天早上 也就是视频发布的第二天早上 我总是会看到 很多人给我的评论 就很开心的感觉 就是被很多人的鼓励啊 支持啊 包括很好玩的言论 就特别可爱的言论 给包围着 这种早期简直是太棒了 有一些人说 妈妈在讲话的时候 阿萨在后面默默点头的样子 戳中我的笑点 这个我都没有发现 要不是你说 我真的就 发现不到 还有人给我发了一张 阿萨在六个月的时候 弹琴的照片 上一个视频 有这样一段 就是阿萨在前面去弹琴 就是在他这个视频的一开始 所以有人就截图 然后和阿萨六个月的时候 弹琴的背影去比较 真的觉得心要融化了 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 你可以感觉得到 他现在长大了很多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 小小的一个小团子 然后也会跟我先生去分享 我先生就说 很想知道大家最感兴趣的 是不是 他说中文的那个桥段 然后我说 也许只有我觉得 你的那个桥段最好玩 那就是这样吧 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 阿萨做什么 我又按下好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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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我们晚上的salad 开始做salad 洗完头发之后真的很舒服 叫ECO STORE 应该是澳大利亚本土的一个牌子吧 然后他们的洗发膏的味道真的是太好闻了 然后它的味道有点近乎是草本 跟ASOP有点像 今天的话也就是去海边带ASA一起出去 之前看过视频的人肯定知道 ASA其实是一个超级超级怕沙滩的人有恐滩症 结果还是不那么喜欢 无论如何在海边吹着海风还是蛮舒服的 他就把他的小脑袋整在我的肚子上 最近也在读一本书叫做 变量 对是何帆教授 对于18年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进行一个汇总 所有的这些事情里面 有哪些事情代表着中国接下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它也让我感觉到就是看历史你不仅仅是看很久很久之前发生的叫历史 那可能也有一些历史 刚刚才发生 但是你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情 这一本还算值得一读的书 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不是拍视频的话 你到了这一步应该就是在吃薯片了 因为真的蛮好吃的 一开始看还是比较深一点的 更新词 两个月 他们都在看起来 两个月 Rafi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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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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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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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他把每一个瓶瓶罐罐都摆得真正气气的 但是当时我就想可能是巧合吧 反正我就没有拍照片 如果他下次再继续做这件事的话 我肯定会尽量的去记录下来 关于第三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那明天见 关于第三天 鮮肉 第一次火 火鍬 煮好了 大麦 這個火鍋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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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其实今天应该是我录这个night time vlog最后一个晚上 我本来是不准备去录最后一段总结的 但是好像每天晚上都习惯了去对着相机来叨叨有的没的 然后我就觉得今天晚上是不是也得说一点比较好呢 其实这两天阿萨因为气温的偏花它有点咳嗽 然后晚上也总是醒 但是我感觉它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 就是该吃吃该玩玩 然后该皮也是很皮的 就我今天带她去坐着那个红色的小黑车出门逛一间 她还是很拉风的去跟别人挥手 她现在坐那个小车已经非常非常自信了 比如说我们在转弯或者是上坡 或者遇到有一点点不平的路面的时候 我继续推着她 我说你要把手放好 但是她有时候会两只手放开 然后跟路边的人say 天知道她哪来的这么乐天的性格 总之阿萨是很开心的 就是有点咳嗽 那我的话其实我有一点点不想录视频 也是因为昨天晚上她哭闹的时候 把我的脸这边刮坏了一点点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该等这个权 因为这我再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呢 但是我后来想想看 也没什么大不了 像我更年轻的时候会有痘痘 再过几十年我要有皱纹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细纹了 anyway不要太在意这些吧 就接受它 说到阿萨 基本上就觉得她最近成长真的非常快 你会发现她开始会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开始去读书 开始去表达她真的想要的东西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像 像一个小小的生态圈一样 一块晴一块音 你就会很新奇跟她在一起 然后就是最近有得这两本关于历史的书 就让我有一种想法就是 不行 我一定一定要改变的是我 接下来读书分享的一个内容 或者是它的一个结构 重点去提一些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书 然后呢 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觉得很不错的书 我也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平时生活中 看了让我能够开心的书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周的night time vlog 拜拜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吗 好吗 妈妈爱你 你还好吗 还好 还好呀 好的 妈妈抱抱你好吗 现在 好 好 我一个样子 我已经全都湿了 爸爸 你怎么可以这么湿呢 宝贝 爸爸 嗯 你喝了多少水啊 爸爸 嗯 爸爸 爸爸 这个太冷了 嗯 真的吗 妈妈 妈妈 好 那你还要睡觉呢 妈妈 妈妈 要啊 妈妈妈 你是白天吧晚上睡觉对不对 宝贝 好好